哇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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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车了翻车了 中道680 哎呀又是680 刚才看见了吧 只有左声道在跳 它的右声道是没反应的 起初呢 我还怀疑电路有问题 或者表头有问题 也没仔细听啊 上来就开始检查电路 结果呢发现 又一只磁头陨落了 中道的这个磁头啊 坏的真是多呀 磁头已经拔掉了 测试确认了 确实是磁头又升到开落 没办法了 这个机器呢 这个磁头我是修不了 我没拿能到本事 看这儿 又是一台带载的羔羊 这是一台中道的 660 中道的660 把他的磁头拆掉吧 然后去抢救这台680 660盖子打开了 看内部 基本上和680一样 机芯基本上一拨一样 唯一最大的不同啊 它竟然是没有监听的 我之前不是也拆过660 也修过660 没有监听 哎呀 三磁头的机器 它没有监听 这当年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能设计成这样 还有就是表头不一样 这都无所谓了 剩下功能呢 基本上都一样 还有它没有高低速调节 680那个有高低速 哎呀 不用通电了 也不用试它了 直接把磁头干掉 这两只660的磁头 录放都已经拆下来了 录音头我也把它拆下来了 到时候看看哪只比较好 就把哪只给装上去吧 接下来把这边的拆掉 再换上去 先测一下吧 先看看这个660上面拆下来的磁头 是好是坏 我去 大佬不要吓我 完了完了完了 这只660拆掉的磁头呢 也是一个盛道开路 我靠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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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车了翻车了 幸亏这个磁头还没拆它 这个660也是开路 玩完 彻底玩完了 一个升到正常 大概200欧 另外一个升到 没戏 刚才呢 又反复确认了一遍 从屁股后边这块测量 也是开路状态 完蛋完蛋 哎呀 这个中道的磁头啊 简直是 又可爱又可恨啊 一年能遇到 十个磁头开路的 有九台半都是中道啊 哎呀 完蛋完蛋 这好不容易 还找一台配件机啊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配件机也是完蛋的 翻车翻车 没想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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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